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吗 在圣经中间 上帝的创造中间 家也是他给人最美丽的一个礼物 也是他心中最在乎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上帝创造完了宇宙万物以后 到了最后最后最后 最后安息日的前一天 他做什么 他造人 他造婚姻 然后把人放在什么地方 他把人放在一个乐园里 叫做伊甸园 那是上帝整个世界宇宙的创造中间 最美丽的地方 美丽的山 美丽的水 美丽的花草树木 美丽的飞禽走兽 然后把最美丽的一对蓝绿放在这里 组成了家具 上帝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在上帝的心目中间 这是他创造的核心 这是他创造中间 精华中间的精华 美丽中间的美丽 好 这个杰作中间的杰作 他把家庭放在这里 因为他希望家庭能够享受 他所有一切的福分 所有一切的恩典 他希望家庭是一个美丽的天堂 他希望人在地上 因着有家庭都可以预偿天恩的职位 预偿天恩的职位 很可惜很可惜 现在的家庭被人破坏 因着人的罪恶 因着人的贪婪 因着人的自私 于是这个家庭已经不再像一个家庭了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吗 家庭像什么 家庭像一个花园 如果你去经营它 这个家庭会越来越美丽 如果你不去经营它 再美丽的花园 交在你的手上 不出三天五天 不出一个月的时间 就开始杂草长出来 就开始会有许多的 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在这园子里头开始出现了 会有荆棘出现 会有杂草出现 甚至于不该进来的动物也都进来了 所以你看见欧洲有很多美丽的花园 那都是一些 一些匠人 一些花匠 一些园丁 在那个地方非常精心的在那边打理 这个花园才有那么美丽的 家庭也是一样 家庭不会适应的结婚以后 它就变成美丽 家庭是彼此双方一起去好好的经营 一起去好好的爱 然后这个家才会是天堂 如果你不去爱它 它会像地狱一样 而且你知道吗 家庭是很容易破碎的 犹太人的婚姻 当他们正婚以后 有一个动作很特别 他们会拿一个酒杯放在地上 然后让新人用脚去踩那个酒杯 一起把那个酒杯踩碎 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那在里提醒这对新人 婚姻就像这个玻璃杯一样 一踩就会碎 所以你要怎样在乎这个玻璃杯 你要怎样在乎你的婚姻和你的家庭 你的婚姻和你的家庭 我们常常一生气 就去摔碗 就去摔盘子 你可以摔碗 你可以去摔盘子 睡了再买一个就是 但是有人一生气 就把整个家给它摔掉了 家摔掉 破碎了以后 你无法再去把它重新编起来 重新结合起来 它就是一个破碎 很多人不知道 家对人何等何等的重要 我家以前住在乡下 后来我把我 我结婚了 我就把我爸妈从乡下接上来 家中养了一只老狗 我们在台北 没办法养这只老狗 就把这只狗送给 以前帮我们家 帮庸的一个妇人 她是一个农家的妇人 而且还送了一百斤的泥给她 希望她帮我们照顾这只狗 我们认为我们帮狗 已经做了最好的安排 我们就全家搬上来 隔了半年回去 这个妇人告诉我 妈妈说 那只狗自从你们搬走了以后 他们每一天晚上 都会回到我家院子的大门口外头 守着门 在那里 像枯一样的在那里低声的叫 不吃不喝 一个多礼拜 活活的饿死 我伤心的不得了 我听到这个故事 我难过得不得了 因为我以为狗不过是个畜生 我哪里知道 它也在乎 它要有一个家 从来以后 我真的不太敢 我不敢养狗 我怕 我重新做相同的事情 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吗 多少人 你轻易地把你的家摔碎 你知道你的儿女有多伤心吗 狗要有家 人更需要有家 儿女也需要有家 我们教会在盖三明堂的时候 我的儿女跟我的妻子 他们都搬到美国去 我就把教会给我的宿舍卖掉 用这个钱去盖三明堂 有一天 我的女儿三岁 她居然从美国打电话来 哭着跟我说 爸爸 你把我的家卖掉 以后回来 我要住在哪里 我拿着电话 无法回答我这小女儿的话 我呆呆地站在电话机的边上 我不晓得 我的小女儿 这么在乎她的家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好地在乎你的家 不要任意地摔下去 就把这个家摔碎 那个伤痛 是永远无法逼一步的伤痛 在这大连除夕的夜晚 祝福你 爱你的家 也许曾经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发生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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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家人 好好地爱她 现有的家人 好好地保护她 好好地珍惜她 有家 就是恩迪 教会也是个大家庭 欢迎你 一起来加入 神国的大家庭 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一起享受 天国的爱 愿你的家 也是一个充满了 天国的爱的地方 拜拜 上帝赐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